之前你已经学习了很多的化学反应 咱知道在发生这些化学反应时 物质之间是按照一定的计量数值比来完成地 那在实际的反应过程中 是不是所有的反应物都会按照计量数值比全部转化为生成物呢 根据科学研究表明 其实很多化学反应在进行时都具有可逆性 也就是正向反应和逆向反应在同时进行 只是可逆的程度有所不同 并且差异很大而已 比如氢气和氮气和生氨气 二氧化硫和氧气化和生成三氧化硫 氯气溶液水生成盐酸和自氯酸等 咱把这些在同一条件下 正反应和逆反应方向均能进行的化学反应 称为可逆反应 那可逆反应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向相反的方向进行的俩反应 必须在同一条件下同时进行 那这样子反应是可逆反应吗 先看这组 氢气和氧气生成水的条件是点燃 而反过来的条件是电解 所以反应条件不同 当然不是可逆反应 再看这组 咱知道充电时要外加电源 而放电时不需要 所以他俩也不是可逆反应 总之 在不同条件下 能向两个方向进行的反应 不能称作可逆反应 其次 书写时 这里都是用可逆符号连接的 它的两边互为反应物和生成物 通常把从左向右的反应 称为正反应 从右向左的反应 称为逆反应 虽然绝大多数化学反应 都有一定的可逆性 但有些反应的可逆性小 比如 氢气和氯气生成氯化氢 银粒子和氯粒子生成氯化氢沉淀等 通常把它们视为不可逆反应 用等号连接 表示全部转化为生成物 除此之外 在反应体系中 与化学反应有关的各种物质 是共存地 也就是反应物 不能全部转化为生成物 生成物也不能全部转化为反应物 了解了可逆反应的特点后 咱再来看看 正反应和逆反应的速率 是如何变化地 不妨以这个可逆反应为例 如果开始直应反应物 没有生成物 那此时A、B的浓度最大 正反应速率也就最大 而C和D的起始浓度为0 也就是逆反应的速率为0 用图表示就是这样 随着反应的进行 反应物浓度不断减小 生成物浓度不断增大 那正反应速率就越来越小 逆反应速率反而越来越大 当反应进行到某一时刻时 他俩就相等了 此时反应物的浓度 与生成物的浓度不再改变 达到一种表面静止状态 咱称这种状态为化学平衡状态 简称化学平衡 同理 如果开始只有生成物 没有反应物 那一段时间后 同样可达到平衡 如果给化学平衡再下个定义 那就是指 在一定条件下的可逆反应 同一种物质的正反应 和逆反应速率相等 混合物中各组分浓度保持不变的状态 这个状态 具有逆 等 动 并 变 这五大特征 逆 化学平衡研究的对象 一定是可逆反应 可逆反应 才有化学平衡状态 等 平衡时 同一种物质的正反应 和逆反应速率相等 也就是单位时间内 消耗这种物质 和生成这种物质的物质量相等 从而使这种物质的物质量 保持不变 动 平衡时 反应仍在不断的进行 只是正逆反应速率相等 但不等于零 是一个动态平衡 定 平衡时 反应混合物中各组分的物质的量 质量都不变 因此 浓度保持一定 百分含量保持一定 但不一定相等 变 外界条件改变时 平衡可能被破坏 可能向正反应方向进行 也可能向逆反应方向进行 但过一段时间后 又可达到正反应速率和逆反应速率相等 也就是在新的条件下 建立新的化学平衡 换句话说 化学平衡就是可逆反应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 是在给定的条件下 化学反应能做到或完成的最大程度 也就是该反应进行的限度 它决定了反应物在该条件下的最大转化率 但如果改变反应的条件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化学反应的限度 也就是改变该反应的化学平衡状态 所以通过调控反应的条件 可使它朝着咱想要的方向进行 因此 研究化学反应的限度 对于化学研究和化工生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又到了总结时间 首先 可逆反应是在同一条件下 向正反应和逆反应方向均能进行的化学反应 注意 必须是在同一条件下 并用可逆符号连接 其次 当可逆反应达到一定限度时 正逆反应速率相等 达到了化学平衡状态 这个状态具有逆 等 动 定 变 这五大特征 好了 就说这么多 快去刷题吧